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德仁 话说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当她在大学时代念书的时候 她想要在电讯业这个范围找一份工作 而罗斯福总统的夫人 她曾经修过几个关于电讯方面的实习学分 于是乎她的父亲 位置女儿约好了一位她的朋友 而这个朋友当时是担任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董事长 叫做萨塔洛夫将军 罗斯福夫人回忆说 当时我去面试 将军问我说我想做哪一种工作 我就说随便了 我的回答让萨塔洛夫将军很不高兴 将军不高兴地对我说 没有哪一类的工作叫做随便 之后将军又说了一个故事给我听 他说 有一回在乡下 他看到一位老农夫正把喂牛的草料 产到一间小茅屋的屋檐上 他觉得很奇怪 于是就问老农夫说 老先生 你为什么不把喂牛的草料放在草里 让他吃呢 反倒要放在屋檐上 老农夫说啊 这种草料不好 我要是把它放在草里 牛根本不屑一顾 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在屋檐上 放在牛勉强能够吃得到的屋檐上 牛就会努力地去吃 直到把草料吃光 我亲爱的朋友 这则故事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 成功的人生 从来都不是来自于随便的人生 人生的成功 是由一个一个的目标所构成的 要向大目标卖去 必须从每一个清楚的小目标的实现开始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常说随便的习惯 期盼透过今天的小故事 让我们一同来学习 人生不随便 是成功的关键 人生不随便 是成功的关键 我们下回再见 我是张德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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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